言論自由到底是什麼? 西方社會還有所謂的言論自由嗎? 一名英國的女孩患有先天性的自閉症 有一天她太晚回家 她的母親打電話報警 請英國的警察幫忙找一下 附送她回家 最終這名女孩被英國的警方逮捕了 只因為她說了一句話 加大有一名牧師在一個變裝皇后 在小孩的這個讀書會上面遭逮捕 為什麼?大家可想而知 另外有一名美國的高中生 在人行道上面朗讀聖經 也被美國的警方逮捕 我們的國家還有所謂的言論自由嗎? 最後一個新聞來證明給大家看 我們真的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我們真的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由她就一位300磅 75歲需要拐杖才能行走的老人 因為她的Facebook的PO文 遭FBI擊斃打死 OK?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面對我們現在的政府 我們到底要如何使用所謂的言論自由呢?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覺得很無奈 感覺自己什麼都做不了 在這個彎曲背景的時代 保守派的聲音不斷的被封鎖 包括我們也是上上個星期 AINews被Youtube封鎖了一個禮拜 因為我們的新聞違反了Youtube的社群安全 所以為了避免同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在Rumble以及Odyssey都有備份 我們的節目就算被Youtube封鎖了 我們的事工還是會繼續 繼續的傳達聖經的價值觀 沒有錯 在這個世代使人剛強的訊息 教人做藝人的聲音會被封鎖 所以你很難開口 沒關係 請你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讓AINews可以當無奈的基督徒的發聲筒 就像我的牧師每次說要宣教一樣 你可能沒辦法去宣教 但是你的錢可以去宣教 你可能沒這個時間看這麼多新聞 但是你可以來支持我們 一起翻轉這個時代 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滴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建立基督的價值觀在我們的社會裡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News 常常我們會被說 就是我們的嘲笑左派 嘲笑拜登 某層面上 是有一點點的 但是事實就是 現在美國是在這個 已開發國家 在這個現代摩登社會 被左派掌控的世界當中 沒有一件事情是好笑的 也是東西表面上很好笑 老人痴呆 在當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參議員講話 突然講到一半停格 然後斷線 這邊有一個很好笑的就是 如果你以前亂胡扯 亂指控別人是同性諺的話 是一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 他的性相是正常的 只因為他有點娘娘腔 然後呢 氣場有點弱 然後我就偷偷在後面笑他 散播謠言 就是他其實是個Gay樓 OK 如果被發現的話 紐約跟加州的法院 是會開你罰單的 會懲罰你的 這叫做 Defamation Per Se OK 自誠誹謗 然後在2021年的時候 這一切都翻轉了 紐約的法院裁決 你可以隨便叫人Gay 你可以隨便說別人是同性戀 因為紐約的法官認為 Gay並不是一個誹謗 如果你被叫Gay的話 其實是在抬舉你 OK Gay是一個稱讚 因為在現在的社會當中 Gay是一個特殊的人格特質 A status symbol 就是類似你說 他其實是個同性戀 其實代表是 他是個慈善家 他很勇敢 各方面的東西 不管是不是真的 這都是一個讚美 Gay是一個讚美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紐約有多麼進步 Gay是一個讚美 那這個是好笑的地方 紐約很進步 至少跟這個類似像 英國這個樣子的國家 比起來進步多了 另一個左派進步的國家 他們這個退步的國家 OK 還是把Gay或者是Lesbian 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 當成一個髒話 侮辱人的話 我們怎麼知道的呢 因為上個星期 一群警察 衝進一個人的家裡面 把一個自閉症的 16歲小女孩逮捕 只因為這個小女孩 說其中一位女警 看起來像 她同性戀的親戚 Nana 奶奶 她也不是說 同性戀不好 或者是女同性戀不好 她只是在說 這個女警 看起來像個女同性戀 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上手銬 上警車 拍mark shot 逮捕 上法庭 讓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她們在家的家了 她們不看 她們不是說她們的照片 姐姐沒有說她們 她們不是說 對 她們不是說 這是她們是說 對 她們不是說 她的哭心人 她在这里 她destun走 她购气 她竟敢走 湯 我脱了 她叫她 她如何取消她 不是 她是说她的 那她叫她 那她是个老子 她是男儿 她不是我们的 她不是在她的 把你老鼠 我叫她 她不是 她的 有什么 有她 她是个女人 她不是 个女人 她是居民 她是居民 這個就是大英帝國現在的樣子 原本掌控全世界的大英帝國 現在警察可以隨便抓人 只因為一個自閉症的小女孩說 你看起來像我同性戀的阿姨 她們逮捕了那個小女孩 只因為那個小女孩 傷害了其中一個警察的感覺 這個帝國的陨落是非常嚴重的 特別是那個女警 如果我們蒙心自問的話 看起來真的很像一個女童心戀 不管她是不是真的女童心戀 或是她是不是刻意打扮成那個樣子 總之我也會認為說 她是一個女童心戀 至少在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紐約 或是 她們至少接受 或是歡慶這個樣子的說法 女童心戀是 Yay ok 你如果在紐約遇到一個警察 然後跟她講說 Hey Hey police officer You look like a lesbian 那個警察應該會回你說 Oh wow Thank you That is so kind 我不知道 我沒有測試過 至少紐約的法官是認為這個樣子的事情應該發生的 那不進步的英國就完全沒有這樣子的頭緒了 因為如果你把一個16歲的自閉症的小女孩逮捕 只因為她說其中一個很像同性戀 很像女同性戀的警察 是女同性戀的話 這個好像是在傳達一個 當女同性戀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女同性戀 Lesbian 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侮辱 我們都知道英國其實他們的目的不是這個樣子 他們是想要把同性戀的這些族群高舉到一個神聖的地位 而且使用法律的力量來保護所有的同性戀 所以就算是16歲的自閉症小女孩的口誤 都不可以被接受 都要抓起來上手銬 但是事實就是 美洲大陸這個地方 也沒有比英國好多少差多少 小孩如果說一些什麼傷害政府的感覺的話 也是會被抓起來的 這個在英國發生的事情 很快就變成了一個西方民主的代表作 最近在加拿大有一個牧師遭逮捕 因為他上街抗議 變裝潢後在洗腦小孩 這個短片很重要 所以大家請全神灌注注意這個短片 他們應該要保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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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應該不會有問題 和安全性 他們應該要保守安全 現在現在問他們 如果這些事故 是要保守安全 和孩子的暴力 警察是被叫 … 他們在寵物裡 這是禮物 禮物 祝日 這也在寵物 被女人 被選擇 禮物 优优独播剧场—— 对一开始那个女的说 安全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 警察正在调查这个活动是否安全 或是记者正在调查这个活动是否安全 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乎的安全威胁 并不是来自于变装皇后 洗脑你的小孩去变性 而是牧师阻止小孩被洗脑 然后同时他们播的那个片段 是把这个牧师压倒在地上 他们传达的讯息非常的明显 就是safety是什么意思 安全是什么意思 安全就是没有人可以质疑他们的行为 或他们的观点 当他们在性化儿童的时候 你不可以拒绝 因为他们要安全的性化你的小孩 然后反对的人 例如像说你或是我 就是造成他们的不安全 那如果说你试图阻止他们性化小孩的话 你就会被逮捕 就会进监狱 这个就是他们对于安全的定义 安全不再是你认识的安全 我认识的安全 safety 安全这近十年二十年 新的定义其实比较接近是 心灵舒适 emotional comfort 安全的意思其实就是 感觉是感觉很好 友好的感觉 然后当人让你有不好的感觉 感觉不好 或是让你有不好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威胁你的安全 这个事情在加拿大已经一阵子了 几年前一个男的接受这个安全的处置 他去了他附近的市议会 跟市议会里面其中一位市议员 Katherine McKenna 抱怨 我们来看一下他当时说的些什么 对他说了一些难以下咽的话 然后呢 逼掉了一些 但是内容其实很棒 有很多很棒的重点 不管怎么样 他都没有暴力威胁或是怎样的 只是骂了一些脏话而已 然后只因为这一些脏话 Katherine McKenna 就举报了他仇恨犯罪 Hate Crime 然后加拿大政府就开始调查这个人 没有错 在加拿大 没有人有资格对政治人物说 很过分的话 他们可以说我们保守派是白人至上 人渣 退步 脑残这些都没关系 但是你不可以说掌权者的坏话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 骂我们的政府 伤害人的政府 是会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勇气的美德 人民可以骂政府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的一个骄傲 是一个让我们这些领导人谦卑的一个方式 人永远都自我感觉良好 例如像台湾人很爱说 你们大陆人敢骂习近平吗 但是你在台湾 如果你质疑蔡英文的论文的话 彭文正在哪里 能回台湾吗 I don't know 因为就跟加拿大一样 是一个可能的Hate Crime 仇恨犯罪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这种打压言论自由的事情 不会在我们的社会或在我们的国家发生 但事实就是已经在发生了 早就存在了 只是政府在打压保守派的言论自由 不会被报导一样 美国也是一样的 之前在威斯康辛州的Water Town 警察逮捕了一名年轻人 因为那名年轻人站在街上朗读圣经 然后面对着一群变装皇后的活动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站在街上朗读圣经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警察是对他的言论自由怎么样 这要是他们是同一样的 我们接到来看看 对这一样的 这是有仇恨的 这是在收集中的 有仇恨的 对他有仇恨的 他们说的 器械 他们说是 他们说是 在前面的 他不是说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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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那個拍攝的人說的一點都沒錯 他有資格在公共場合說話 這個是言論自由 但是我們已經不是活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了 我們也不是活在一個在乎人權的國家 這個因為朗讀聖經而遭逮捕的人 叫做Marcus Trader 之後他去了市議會講 當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來聽聽看 含文字經病 是一個小意思 安全 有死,愛,愛,ビ結果 之類的 因為每個社交界都有一個不正道論 是一個不正道論的 和有相 Arthur 有所謂的在等於 哪有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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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刃,刃 責,刀,刀,刀 而且不正道等我們當社交界 我們是不正道論的 社交界 所以所有社交界都沒有正道論的 如果是我們的判人 和我們的判人 of tolerance when i showed up saturday all i did was read from scripture on the sidewalk i read from the bible galatians and by the way i wasn't reading romans one i wasn't reading any passage that spoke against homosexuality or anything like that i was reading a passage from the bible about love and i was arrested no reason not given any warning not told anything about my amplification need to be turning down i was arrested and taken into custody simply for reading the bible on the ok 听完了我们就希望各位把重点放在 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警察是不是在说他扰乱社区 干扰社区安静因为他拿着大声工在那边说话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角色改成是一个就是支持变性人组织 去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绝对不会有人被逮捕 警察就会说就是他们的言论自由啊 这样的新闻报过很多就是变性人去那边推人打人 他们可以拿大声工可以拿这个警察车上那个 siren那个车灯各式各样的东西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埋灭你的声音 警察就不会介入那个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 但是一个小男孩在人行道上面读圣经 会被抓起来会被逮捕 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这个小男孩不管是在年纪上面还是在行为上面 对于小孩来说是相对安全的 比那种一个大男人 一个老男人装的自己是个很浮夸的女人 然后把他们的性幻想跟小孩分享来得安全的多 但是在我们的国家变态就可以横行霸道 性洗脑性化性侵小孩 然后Marcus Trader这个样子的基督徒的小男孩就是会被遭逮捕 同时这些变装皇后就继续洗脑小孩 而且就算小孩的父母不愿意都不行 在加拿大也是这个样子 传福音警察把你逮捕 传变性的这些性变态的性行为 警察保护你的言论自由 美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州变成这个样子 加州已经是这个样子的州了 最近密西根州也变成这个样子 最新在密西根州有一个法案叫做HP4474 这个法案是在说 如果你让人感觉被吓到害怕或是被暴力对待的话 感觉被暴力对待 OK?不是被暴力对待 然后这个法案特别指出 Sexual orientation跟gender identity 性相以及性别认同都是被保护的 就是如果说你让人感觉 他们的性别认同被威胁的话 你可以进监狱5年 那我们这边可以问的就是 什么叫做让人因为性别认同而感觉到被威胁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 每个国家的变性人的族群已经大喊了好多年了 就是除非你完全100%的认同他们 看到他们就无体投地的跪拜 除非你完全认同他们的感觉的跟错乱 你就是在对他们使用暴力 你就是在逼着他们自杀 你就是直接的在屠杀他们 各位听了没有错 这个法案就是在说 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错乱的话 如果你不完全服从的话 你就会进监狱 跟一开始这个英国的女生一样 他们会把你从你家拉出来 只因为你说实话而逮捕你 这样的情况全世界的政府都一样 而且是每个自称是自由的国家都有的情况 结果就是这些国家都变成了 曾经是自由的国家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新闻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上个星期三 被害人是一名300磅 走路要拿拐杖 一个住在犹他州的老人 名字叫做Craig Robinson 他是一个大胖子 75岁 是个基督徒 每个星期都会去教会 他会照顾他一个失明的儿子 然后他有的时候喜欢 po一些抱怨的文 会在社交媒体上面宣泄 发泄他对于美国现在这些怒气 甚至有时候会嘲笑 甚至威胁 Joe Biden 或是Kamada Harris 还有其他的人 不只是左派 建制派的共和党也会被他骂 上个星期三的时候 我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这位被政府屠杀的 Craig Robinson的邻居的反应 Here's the scene roughly 15 hours after the shooting took place police tape is still up and it looks like agents have a mobile unit outside the home agents were here trying to serve an arrest and search warrant that's when the man identified as Craig Robinson was shot and killed leaving community members who knew him from their local church shocked I just can't believe this happened in my neighborhood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at it came to this it just seems unreal like a complete overreaction Officials tell us the investigation in Robertson dates back to April according to court documents Robertson posted online saying I hear Biden is coming to Utah digging out my old ghillie suit and cleaning the dust off the M24 sniper rifle in addition to making several threatening posts on his facebook agents say Robertson suggested online he would take physical action and I honestly think that he may have just let himself get taken away on social media I can't imagine that he could either physically or mentally act on any of that at all through their investigation the FBI said Robertson allegedly did own a sniper rifle and ghillie suit no word yet on what took place leading up to the shooting he went to church every sunday so there wasn't would have never expected something like this to happen the people who attended his ward said Robertson was in his late seventies he loved his guns and he loved woodworking as a hobby but I never saw anything that indicated that he might be violent and you know he could be a kind of curmudgeonly old guy every ward's got one 沒有錯 只因為他上網PO文 所以說上個星期三 超過了50個FBI的探員 全副武裝的跑到他家 之後他就被我們的政府打死了 那為什麼FBI會對一個75歲 走路要拐杖300磅的老人開槍呢 我們不知道 他們可以隨便說 他們可以說 對啊他要拿槍啊 對啊他拿槍指著我啊 但是沒有任何的證據 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 真正在當下發生的事情 我們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但是他的鄰居都很困惑 為什麼這麼小提大作 為什麼要一群警察 真槍實彈的過去 把一個殘疾的老人打死 只因為他在網路上PO文 如果你看盡 如果各位看這個 衝進這位老人家的這個影片的話 你會認為說 這好像在突襲一個 墨西哥的販毒集團 人蛇集團 或是什麼幫派的據點才對 這個人可能販毒 可能是個殺人犯 可能是人口販子還是什麼的 不管你怎麼想 你都不會認為說他犯的罪 會是在FB Facebook上面PO文 臉書上面PO文 所以現在這些鄰居 還有我們想要問的就是 警察這樣的反應是必要的嗎 是執法過當嗎 FBI真的認為這位 Robertson 可以對美國的總統造成威脅嗎 那我當然不是在幫這位 Greg Robinson說什麼話 也不是在合理化 他在Facebook上面PO文 重點是 史上最強大的執法機構 你的納稅金的這個付錢的執法機構 現在不願意出來聲明說 為什麼上個星期三 打死一名美國公民 為什麼他們在凌晨6點跑去他家 在他還沒有睡醒的時候破門而入 而且丟了震撼彈 是真的震撼彈 那個Stun Garnet 爆炸 OK 把他在裡面 然後進去把他打死 沒有試圖將他逮捕到案 沒有試圖讓他有解釋的機會 直接的把他打死 然後他們也沒有想要出來解釋的感覺 如果你住英國的話 加拿大的話 你會覺得這樣的事情 是很平常的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住在台灣 或是中國大陸 然後發生這個樣子的情形的話 公安或警察把你鄰居的家抄了 你會覺得很奇怪嗎 這個就是我們以為的自由 當我們把斷定自由的權利 給政府的時候 當我們認為 人權不是神賦予的 而是政府可以斷定的時候 極權政府就會變成一個 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住在美國的話 你可以想像的就是 如果你以為美國不會成為 一個極權的國家的話 你可以看看我們加州 紐約 伊利諾伊州 馬省 奧爾剛州 首都華盛頓DC 我們美國已經慢慢的 變成一個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宗教自由 沒有集會自由 沒有出版自由的一個國家 就連Facebook Post 都會讓你上命的一個地方 在美國這個自由 法治的地方 Hunter Biden可以自由的吸毒 持槍 隨便丟棄槍枝 嫖劑 人口販賣 亂倫 跟未成年的小孩發生性行為 洗錢 在國外當間諜 國外的企業當間諜 這些都沒關係 我們的政府在沒有任何的情況下 隨便起訴川普沒關係 洗腦小孩 性化小男孩都沒有關係 一個男的穿著裸露的女性服裝 在小孩的面前跳脫衣舞都沒關係 這些是言論自由 這些是自我表達 這個國家正在被一個 非常黑暗的勢力吞噬當中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今天重點就是 言論自由 這個是我們非常驕傲的一個制度 而且是在美國憲法寫下來之前 沒有任何政府有的制度 美國是第一個把言論自由 寫在人權法案上面的國家 強調的是 你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 但是 你必須要為你說出來的話負責 你可以罵人 但是你需要為你說出來的話負責 你可以威脅 但是你需要為你說出來的威脅負責 我絕對不支持Craig Robinson說什麼 拜登要來了 我要穿上我的Ghillie Suit 吉利服 然後我要親我的N-24 這個狙擊槍 但是我想要說的是 他不應該因為這句話 被FBI直接打死 我們要注意的是 現在我們大街上 朗讀聖經會遭逮捕 但是性化小孩 變裝皇后 帶他們看 帶小孩看變態的書籍給小孩聽 卻是被這個時代認定的 可以的 允許的言論自由 每個時代對於言論自由都有不同的定義 這個就是我們衡量我們時代最好的方式 這個時代正在扭曲對錯的定義 也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 就是基督徒要出來為真理發生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聖經對於言論自由是怎麼說的 彼得前書二章十三到十七節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一切的制度 無論是自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賞善罰惡的官員 因為這是神的旨意 要藉著你們的善行 塞住糊塗無知人的口 你們是自由的人 但不要用自由來掩飾邪惡 總要像神的仆人 要尊重眾人 愛護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我們要用我們的善行 來塞住糊塗無知人的口 因為我們是自由人 但是不要用自由來掩飾邪惡 總要像神的仆人 自由是神給我們的 是神帶領我們脫離埃及地奴役之家的 如果我們用我們的言論自由 來罵政府的話 很多人會覺得說我們活該 誰叫你要威脅拜登 還把一堆槍的照片PO上來 但是如果說我們可以跟那個高中生一樣 在大街上朗讀聖經而遭逮捕的話 就會有更多的人跟我們站在一起 一個是令人跌倒 一個是讓更多基督徒變得更有勇氣 格林多前書10章23到24節 凡事都可行 但不一定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 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我們有自由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不要為了自己 自己在網路上一時爽快 或是在網路上可以得到別人的稱讚 說你好有勇氣 而是我們要建造我們身邊的人 讓我們的靈社也變得剛強 這個才是我們要如何使用我們的言論自由 以弗所書4章29節 誤會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的人得益處 這一點是我非常需要加強的 也是我必須要認罪悔改的 我們要講造就人的話 我們要使用神給我們的自由來造就人 不是到處拍馬屁 而是用愛心說出誠實話 我是一個非常衝動的人 非常容易績笑別人的人 所以請各位幫我禱告 讓我們AI News可以透過我們的平台 來建立更強大的基督徒 更有勇氣愛神的人 還有可以更多的影響教會 來跟我們一起翻轉世代 讓我們每一個人說出來的話 都不是用來辱罵人的 而是要來建造人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